这边有一个资料,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AWT 里面 Kalaxy 提供哪一些 哪一些的 元件 这些元件的话,实际上就可以 比如说像我们刚用的Label Button 还有像是Test Component 里面包含Field跟Ary 这个有点像写网页里面 如果是Field,就是单一个行 Ary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范围 多行的一个文字方块 另外有Check Box 打勾 Check 就是 点了下,它可以打勾 还有List 下拉式 等于List 一个 选单 其他 Choice Choice 就是Option 就是那个 可以让我们 单选题 如果是单选题 就单选的话,就是Choice 就只能选一个 Check Check的话就是多选 比如说你可以从多个里面选项 等等 其他的话 还有这些 有些Component 比较重要的这些 建构源 跟这个方法 都列在这里面 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其他有些没有提到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Set Back Color 设定背景的 颜色 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些说明 那其他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到 目前 比如说某一个 物件 它的背景颜色是什么 也可以回传回来 又可以 Set就是设定 Gate就可以知道说 它现在的 哪一些 这个 Background 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 有一些方法 你们大家参考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 就是来讲 Gate 就是说 有Set 当然有Gate 可以得到 现在的 某一个 视窗元件上面的一些相关属性 那我怎么得到 里面有哪一些属性 特别是这个地方 我可以先Set 某一个 比如说Set Size 它为这一个 Location 位置的部分 最后把它秀出来之后呢 我要得到 这个 这个Friend里面的那个 Status 它的状态为何 它的状态的话 回传 如果说秀出来 已经有显示的话呢 那它回传回来就0 另外呢 我想要知道它上面的Title 是什么名称 那这个Title上面 我们给它一个叫Friend Class 所以如果我要得到Class 里面的名称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什么 GetTitle 再来的话呢 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Friend呢 它是不是IsVisible 是不是可以 有显示出来吗 那如果说是的话 就会回传回来 就是什么呢 True 这边回传就是True 那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除了可以用Set之外 也可以用所谓的另外一个方法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Get的方式 去取得 比如说某一个Class里面 它的状态为何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这个范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对